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根據YouTube後台顯示 還有70%的觀眾沒有訂閱 還請各位大俠們江湖救急 動動手指救救偷主播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啟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 又見面了 今天要來拍這個史萊姆的實戰 然後挑了這個藍色還有綠色 要不要介紹一下這個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以暴風龍剛開始做結任務 然後呢可以丟 它的特色是目的如果有超過4000以上 兩張以上就可以做操作 主要打點呢我會推薦是子願 因為子願他一登場時 他的效果會直接扣對方2000 到直到對方下個回合結束為止 那他的主要打點是 如果他的AP 你再支付給他AP的話 他可以直接打兩張 直接對我們的生命區直接打兩張 那第二張推薦的話是 他的獄竹的利姆路 就是我們的猛王 那猛王他的話 他的效果是 當我目的有兩張4000以上的角色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讓一張2000以下退場 這時候如果搭配上子願 子願如果出來 先扣對方2000 4000的怪先扣2000 再由他來做 帶走 這是一個連續combo的方式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這個 暴風龍 暴風龍 然後還有這個鏡也可以 他們都是很低費就有4000 就專門給這個藍色拿來做任務的 對沒錯 那我這邊綠色呢也是 目前最高費用吧 跟藍斯洛特一樣 8費的 對 米利姆 是完全走這個米利姆的 綠色魔王 然後比較特色應該是這個 萌王三費的 智慧之王形態 登場的時候 只要在多次負義的一批 就可以加強鋪場 然後幫助我們 更快去湊到 底下是8能 因為8能是 我們只有4張嘛 所以就一定要是2468 所以算是一個 很大的一套牌 好 開始吧 好 我先啦 找一個 我們的萌王 登場 抽171 換你 好 再兩張 抽一張牌 這個登場 暴風龍 暴風龍 換你 抽牌 找一張 出這個 阿米利斯 回首 再找一張 出一個 換你 好 我 起來 抽一張 素精靈 讓他回首 好 效果發動 他的效果 他直接在回合開始時 將他送目 然後可以直接從牌組 抽兩張然後丟一張牌 OK 抽二丟一 好 換你 倒一個 智慧之王 登場的時候 多支一個EP 然後抽一張牌 出這個 然後效果 從會卡片效果 登場的時候 可以再多抽一張 倒一個 出一個 二廢魔王 翻三張 選一張 魔王上手 看一張 好 上手之後 七張牌 換你 抽牌 抽一張 好 出一個 爆風龍 然後淚斗 好 上去 他的效果 2500以上的時候 扣2000 所以他剩500 好 那剩500的話 那當今天我攻擊的時候 如果你有阻擋 我可以抽一張牌 好 那我打一片 攻擊 好 看效果 好 換一 抽牌 好 對 出一個 這個 然後倒兩個 嗯 然後場上有 一二三 四五 五個魔王 所以他可以 站著登場 然後登場之後 會加一千 所以這盒是五千 然後打兩張 戰結 這個 兩片 上面兩個 好 這個上手 這個抽一 好 然後500 倒掉 好 好 那一片 好 一次 換你 好 抽牌 登場 都上去 好 登場時他可以給一張卡片效果 如果他等一下沒有被阻擋的話 那張卡攻擊失誤沒有被阻擋的話 就可以 可以抽一張嗎 可以抽一張 配上這個指願就是不管擋或不擋 指願都是可以抽 對 沒錯 可以用會 好 好 一張指願 好 這個 殺掉你的籃架 直接這個嗎 對籃架 他不能殺他 因為他五千 4千以下 4千以下退場 然後抽一丟一 就他先攻擊 擋或不擋 都可以抽一 可以抽一 好 擋不掉 好效果抽一張 然後 這張打 4千 4千 請 好 第一張 第一張 Color 消費 2以下 站著登場 站著登場 好 登場效果 抽一張七張 換我 抽牌 先殺一個五千以下 好 龍心爆炎霸 倒一個 八能 好 瑞德 倒一個 出一個 然後登場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個 場地卡 但你沒有放 然後登場這回有狙擊 然後攻擊的時候可以選一個 impact 1或是打三片 他現在就是四千嘛 四千 四千 兩片先打 好 這樣就可以感受一下 三片 打三片 上手 好 這兩個都在這裡 沒錯 這邊 打一下 好 沒了 沒了 欸 很快耶 怎麼這樣就沒了 八張做出 八張做出 八能做出來 迷你母沒有擋住 非常非常強 感覺這個 有不輸 藍絲羅德的經驗程度 殺一張打兩點的 因為你那個要做任務啦 這個如果順的話 其實八能沒有想像 你如果起手像這樣子四能 然後再加這張 這樣子跳一張 就可以其實就八能 就打成了 強勢其實應該是強在這個 智慧之王 這智慧之王可以直接 而且他是直接跳四一的 他就算你只有三能 你也是可以跳四一的卡下 所以對他來講說 他能力是蠻強 終於是他可以先再抽一張牌 去看看有沒有四一的牌 好的 那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實戰 我也對這套牌的構築 做出了一些調整 首先呢 是我降低了這個魔王的濃度 特別提一下這個2費1AP的奇異 登場時可以翻三張去找魔王 但是為了這張牌 可能要去提升魔王的濃度 所以我最後就直接把它踢掉了 而且他只能產一能 這套牌呢 其實算是米利姆的單核 那米利姆呢 分別是六費還有八費 而且八費的還要RAID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能量線就只能是2468 所以只能產一能的角色 基本上都沒辦法留在後場 也因為如此 這個零費的米利姆呢 我也稍微減少了一張 基本上他就只有在前期 希望我們不要卡能量 然後可以趕快的去做出三費就好 所以在張書上我也做了調整 那核心呢 我覺得可以擺在這個藍牙喔 因為這套牌缺能量 也缺牌 所以這個藍牙呢 很好的可以幫助我們去做抽牌喔 本身的Trigger也是抽卡 那最重要跟他搭配的就是 這套牌的核心了啦 智慧之王 登場時多支付1AP嘛 可以多抽一張以外 可以把自己手牌裡面 必要能量試一下消費AP1的綠色角色卡 在自己的場上橫置登場 那藍牙也是兩人喔 配合智慧之王是可以做到補牌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魔王的招待 跟我們的奇異一樣 是翻三張 然後可以在其中呢 選擇必要能量4以下 消費1AP的綠色角色 在自己場上橫置登場 然後Trigger也是抽牌 那這張牌強在哪 強在他要翻的牌 不一定要是魔王喔 所以如果你用魔王的招待 翻到藍牙 一樣是可以登場去做抽牌的 所以這樣子就很好的 補足了我們補牌的問題喔 然後能量也是非常舒服的 全部都是兩人 不管是藍牙 或是三費的米利姆 又或者是智慧之王 那前面的零費的部分啊 就是要儘快的 讓我們趕緊的 去抽到三費 去做到智慧之王 就沒問題了喔 那除了本身的4張智慧之王以外 我們又多了這個魔王招待 可以去找智慧之王嘛 然後再加上藍牙的補牌 然後呢 我也補了2張這個 魔王5費1AP 啟動效果 只要他在前排 就可以讓我們場上的一隻角色回首 然後可以把滿足能量 消費1AP的角色 在智慧場上橫置登場 那我仔細看了一下這個效果文喔 他其實是可以用同一張的 所以呢 單純我們拿來做RAID的時候呢 如果後場喔 有這個藍牙 你也是可以直接回首再登場 然後去做一個補牌的動作 盡量讓我們不要去卡到這個 能量夠了 米利姆沒來的情況 又或者是米利姆來了 但是我們能量不夠的情況 所以這套牌呢 現在這樣子的比例 我自己是非常滿意的喔 今天這個是用別人的排除 除完之後呢 我自己都想要去搜一套喔 推薦給就是想要來玩這個 綠色米利姆丹河的朋友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個 綠色魔王的構築還有實戰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喔 你有更好的比例呢 更好的戰術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 拜拜